通过这段时间的搜集数据 富友终于找到了恶魔Z的问题 通过扭矩曲线可以看出 恶魔Z引擎扭力在6000转后开始下降 这也是明雄在高速下的失速感 和无法输出足够动力提速的原因 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燃料不足导致 而是由于引擎在最大转速发生点 开始大量耗油 明雄却总是一味的加油 直到最大动力点 这持续的加油 会使得发动机运转困难 扭矩急速下降 市面上CPU控制的引擎车子 出于驾驶安全考虑 这样的问题 只是对于涡轮车而言更麻烦 因为如果燃料太少 届时甚至会爆缸 富永表示在接下来的两周 他会逐步进行调试 调试后再搜集数据 再根据数据确定新的调试方向 但丑话说在前面 明雄必须明白 调试的过程随时都会有爆缸的危险 为了让数据更有多样性 富永还请灵奈参与其中 第一次调试结束后 明雄在这灵奈开始试车 不可否认的是 仅仅是富永的第一次调试 很充足 可以一直冲刺提速 只是在这样的高速运转下 一种不强的预感 却开始蔓延了明雄的心 这天黑鸟又一次出现在弯暗 而不久后 龙志也驾驶着自己的GTRR33出现了 两人清道不宣 很快开始了弯暗对决 与上次两人比赛不同 导弹也能明显感受到 对方速度的提升 龙志也确实迅速追了上来 两车的距离逐渐缩短 在达到龙志认为的冲刺距离后 GTR迅速加速 转眼睛就超越了黑鸟 导弹也还以为是自己车子出现了问题 可车载显示器显示 黑鸟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 自己的驾驶也是完美的 这只能说明 对方的GTR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看来这段时间龙志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 才能够跑得如此顺畅啊 龙志坐在车里看到这一幕十分兴奋 除了GTR 还有什么车能够坐到呢 他认为自以为最高速值 是把油门踩到底的人们 是绝对无法体会这种速度领域的 一辆车要想在公路上跑出300公里以上 就要在250公里以上的速度反复过弯 在龙志超速后 导弹也也急速追赶 却发现难度很大 两辆车继续驶程 导弹也知道 从京冰岛到雨田机场北隧道 将是扭转战局的关键点 这段路是神奈川超高速区域 可以无限加速奔驰 但眼看着导弹也无力扭转局面 自己就要获胜了 龙志的GTR就慢慢降速了 原来是高转速复合 让车子难以承受 无法再继续加速 龙志忽然醒悟 这绝不是变速器 也不是离合器的问题 而是支撑着引擎的支架 在高转速区域发生了错位 龙志再次失败了 事后他检查车子 果然是引擎破裂 改装应该建立在绝妙的平衡之上 龙志这种适时追求完美的人 自以为已经让车子达到绝佳状态 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在修理车子的时候 龙志想到了好友的话 改装从来不是追求外表的美观 而是要起到改装的目的 闲暇之余 他也会想到陶祖的好友安艳 是否过得好 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人生的追求 过得充实而又快乐 这时美香找上门来 提出想要再次采访龙志 他现在总是时时想起 两人初次见面时 龙志对他说的话 所以又回到了这个赛车赛道 原来龙志就是美香叔的男朋友啊 邀车没有道理 却已深深沉迷 当时的他始终无法理解这句话 因此选择了转行 可现在他却动不动就想起这些话 他必须再一次用自己的双眼感受一切 才能真正与过去做了断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车的体验感自然也是千人千面 在明雄感觉中 恶魔罪行驶到中段已经开始散乱 但在灵娜眼中却可以继续伸展 所以说邀请灵娜一起参与恶魔罪的调整 是再明知不过的举色 在一次简单调整过后 明雄和灵娜开始了新的试驾 一个小小的调试 就可以带来全新的驾驶体验 恶魔罪也不断地展示着他的不同面 这种飞驰电车的感觉 眼下恶魔罪的速度确实给人不一样的刺激 但这种感觉刚开始很好 却总好像没有达到想象中的那样 听了灵娜的话 英雄一时决定让她来开车 自己坐在副驾驶上体验 她现在当局整理 或者跳脱出来才会有新的感受 在完成试驾后 灵娜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恶魔罪加速到四千转左右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失速 但继续踩下去就会安定下来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 明雄听了她的话 激动地一下子握住了灵娜的手 这双手无比柔软 并没有强行操纵变速器和方向盘 不像自己的手满是茧子 她不由的感慨 开车还真是充满学问 男人和女人不同 开车的感觉也不妥 灵娜开车并不用力 但却能驱动汽车源源不断的动力 现在调试也将进入最后阶段 她也要像灵娜那样 坦诚地面对Z 让Z进入最好的状态 另一边 听了美香的话 龙芝带她开车上路 等待恶魔Z的出现 她简单交代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表示自己为了战胜恶魔Z 已经暂时关闭了工厂 全力以赴整改自己的GTR 等待恶魔Z出现的时候 龙芝询问了美香 找自己真正的原因 也直接了当地说明 就算再来一次 她还是会选择赛车的 美香心里明白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龙芝的心里都充满了改装的车 但她已经清楚了 过去那次不是龙芝抛下了自己 是自己没有跟上去 选择了放弃 这么多年 她明白了 不管双方有多么深的感情 也有彼此无法触及的领域 说话间 恶魔Z出现了 果然双方都有心意的话 是可以遇到的 但让人意外的是 龙芝没有现在和恶魔Z跑的意思 就此看着恶魔Z远去 老达也自从和龙芝比赛后 就觉得自己的黑鸟失去了活力 无奈之下 她找到傅勇作为中间人 想约龙芝试开她的黑鸟 龙芝驾驶完后 觉得黑鸟没有任何问题 或许不是车子失去活力 而是变得更紧密了 听了她的话 老达也在龙芝的陪伴下 再次驾驶黑鸟 依旧是任何方面都没有问题 龙芝认为 把车子这种机器 只当做机器对待 这种态度无可厚非 但对机器 也应该多一点依赖 对坚持到现在的黑鸟的感激 慢慢感受到黑鸟的伤痛 恶魔Z也进入到了最后的调试 英雄他们通过多次商议 最终选择了灵奈的调试建议 相信不久以后 全新的恶魔Z 又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恶魔Z终于调试结束了 北剑纯和傅永先开了一圈 对这样一个文风丧胆的恶魔Z 北剑纯也难以驾驭 感慨之后就要看明雄的能耐了 能够真正掌握这辆车 还需要多多练习啊 另一边 经过多日的陪同 美香也完成了对龙芝的采访稿 主编看完很满意 但她觉得这样的稿子 观众未必喜欢看 美香听了并不意外 因为她就是抱着 哪怕观众不看 也要写完她的心态 完成的稿件 最开始写稿件是 她确实为龙芝能够日复一日的坚持梦想而感动 打算记录下龙芝这个落后时代的改装师 但在写的过程中 她就发现 这些是没有办法传递给读者的 大家反而可能会觉得龙芝这样的人疯了吧 然而这也无所谓 因为这篇稿子是她为她自己写的 就算不会被刊登 她也会跟随龙芝到最后 也算是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 不得不说 爱情这东西 谁陷进去谁万蛋 年少的错过让她无法释还 能够弥补缺憾 未尝不是一种圆满 一开公司后 她来到了龙芝的工厂 此刻的工厂门打开 龙芝正陪着导达野感受黑鸟 事后龙芝告诉美香 对方正是one and的帝王 她和导达野的关系 也非敌非友 都不过是执着于赛车的人罢了 望着龙芝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黑鸟 美香感受到了她的快乐 龙芝也不隐瞒自己的感受 能够被对方认可 她确实也很开心 无论如何 良性竞争 这才是大家所追求的竞争氛围 好的对手之间惺惺相惜 彼此帮助 共同进步 从而带来更大的成功 美香听了也很羡慕 这些在同样领域中 能够交流的人们 刚回来不久 龙芝就要驾驶自己的GTR出门了 美香想要一起 却被断然拒绝 刚刚她在黑鸟上受到了刺激 现在急需出去降降温呢 望着龙芝远去的车影 美香有种难以言喻的难过 似乎 她永远也无法走进龙芝的心 成为和她并肩战斗的人了 卢自开车回家的导达也 心里回味着龙芝的话 空间在她的心里 机器就是机器 车子也不过是用来快跑的工具而已 对于驾驶者的要求 只是准确地完成就可以 可现在 她似乎有了新的感受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她无法说清 忽然 恶魔Z座后方驶来 望着明雄已经恶魔Z 导达也知道 Z仿佛拥有机器以外的东西 一场新招不宣的比赛赛次开始了 老达也想见识见识 北剑虫和傅勇联手改造的恶魔Z 有多厉害 明雄这边极力驾驶着恶魔Z 北剑虫和傅勇的话 还在耳边营绕 他们现在只是完成了 他们能做的极限 其实调试是没有终点的 只要恶魔Z不停地奔跑 就一定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他们只能在针对问题进行调整 如此循环往复 就像养育生命一样 龙师驾驶着他的GTR 感受着引擎的热度 从方向盘上传出 他一时间心情勃发 十分感慨 为何现在的自己和车子一样灼热呢 龙芝似乎心有感悟 觉得今晚一定能够见到恶魔Z 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被抛下的美香又找来了灵奈 或许此刻 只有灵奈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 他急需寻找一个人来倾诉 说实话 他也想感受到龙芝所说的 如果双方都有心意的话 是可以遇到的 他因此不由地向灵奈倾诉他的故事 龙芝就是他的初恋 分手后 他就从赛车赛道转到了时装赛道 现在又因为他回来 他和龙芝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大学的一次联谊上 两人因为被好友强拽过去 并没有心思融入其中 加上龙芝当时开车也没有喝酒 所以联谊结束后 美香鼓起勇气 请龙芝带他回家 龙芝却拒绝了 说这个车不一样 那时的他好奇极了 而之后再见面 就是在毕业后 在古田部最高速大赛的改装师比拼中 只是当时龙芝对美香没有任何的印象 后来两人慢慢相熟相恋 可龙芝的心却始终在改装上 他无法撼动 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离开的那两年他努力工作 却依然很迷茫 因为那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回来了 可为什么总觉得心里空空的呢 原本还在你追我主的恶魔罪和黑鸟 在明兄的主动暂停下终止 等到了休息站 早达也问明兄 不等到怠速状态 就把引擎熄火 对车子不好 明兄就表示 或许是这样 但他只是想看看火花在损伤情况 如果到了怠速状态下就看不到了 而当明兄拆解下火花塞 导达也发现 这六只火花塞损伤的程度一模一样 明兄表示 他之前也做过各种调试 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六只都烧得一样过 明兄不由地夸赞北剑虫和附勇 他们真的很厉害 好像能跟引擎对话一样 虽然现在他还没有能和恶魔罪完全融合 但他会更加努力 不会被恶魔罪抛下的 调整好恶魔罪后 明兄忽然表示 导达也的车子也被附勇调试过 一点都不像导达也的做派 随着明兄越来越了解恶魔罪 他发现过去他做的种种调试 看似恶魔罪在拒绝 想用自己的意志 拒绝自己危险无用的调试 可这并非恶魔罪的本性 他一直都想追逐全速冲刺的 说完这一切后 明兄向导达也发出邀请 要不要来比一场 全力冲刺比一场 导达也答应了 两辆赛车以前以后的奔驰在马路上 望着如此赤诚 如此坚韧的明兄 导达也有些无法理解 为何对方能全身心地 相信一个机器 能够把这份心情保持下去 其实自从和龙池比赛后 导达也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 他开始无法把油门踩到底 无法拿出全部的状态应对比赛 因为他不相信这辆黑鸟了 而内心越是嘈杂 他和恶魔罪的距离就越远 车子的跑法就越慌乱 他越发感受到 引擎发出的崩溃的声音 在普通人眼里 无法理解的赛车手们 苦苦追求的梦想 在他们眼里 如果选择了前进 就必须全力冲刺 不愿意失去想要保持现状生活 或许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绝不是最需要的 而能够坐到牧师前方 勇往直前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被恶魔罪选中的明雄 不久后 奔驰着的明雄遇到灵难 两人相视一笑 与此同时 龙池的感应也越发强烈 今天晚上 他一定可以遇见恶魔罪 果然不久后 三辆车顺利相遇 龙池的身体仿佛打入了鸡血 瞬间沸腾起来 他是如此渴望 渴望这种燃烧生命的拼搏 他极力加速 想要追上恶魔罪 可总是事与愿违 一边的灵难早早败下阵来 选择了旁观 这也是美香第一次 以第三者的身份 看龙池比赛 那要有为常理的速度 只有在这种速度下生存的人 才可以理解 而越是感受到 这无与伦比的速度 看着龙池的GTR 在奋力往前冲 曾经的不理解 好像现在全都理解了 美香好想接受 当下这个为了梦想拼搏的男人 想要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与他一起并肩战斗 这样激昂的比赛 成败或许不重要 此刻的氛围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能够继续跑下去 无论结果如何 对于明雄和龙池 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是黑白 下期见